大家好 这里是浪卫仙 近期很多小伙伴都发现 Grenum的域名免费域名无法注册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在搜索域名的时候 比如我们输入我们想要的域名 浪卫仙吧 当我们点击这个这个按钮以后呢 很多小伙伴在这一页 我鼠标 转动的地方呢 跟我这个地方显示是不一样的 是纯灰色的 显示的就是不可用 是没有 get it now这个按钮的 所以他就不能去成功的注册 只有显示这个蓝色的按钮以后 我们才可以成功的去注册 那么第一步我先教大家如何去解决 你输入完你想要的域名 点击check以后 显示的是全灰色状态 很简单 非常简单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还是一样 我就不回到首页去展示了 就在这个栏中 给大家展示一下 输入你想要的域名 这里我们打个例方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这样搜索 把我们想注册的域名 直接全部打出来 然后点check 但其实呢 只需要一小步 多加一个点 tk 你再点check 你原先这个地方 灰色的地方 就会出现这个get it now 这个按钮 那么 那有的小伙伴说 我不想注册tk 那么很简单 把tk去掉 换成你想注册的域名 Freenom 无非就是五个免费域名 TK ML GA CF 还有GQ 我们换任何一个都可以 比如我们换个CF 然后点check 这个地方就会立马出现 如果域名可用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 勾选好的按钮 你可以直接checkout 可以直接在你的账户里面 当中进行查看 和管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好 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步 很多小伙伴呢 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是无法登录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 选好了一个我们想要的域名 这是我刚才 录制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因为这个音频没有录制好 所以 荒废掉了 我现在在录给大家重新重录 所以之前呢我们不用去管它 我们只看第一个 通常情况我们注册成功以后呢 通常情况我们注册成功以后呢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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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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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找到一模一样的就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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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